化解地球灾难 肯定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这是值得做的 所以诸位真肯做 我一定帮助大家 在图文吧建立一个微信电视台 我们用这种工具 向全球来播放 我讲经用电视十年了 03年元旦开播的 用网络大概将近二十年了 用这个它就产生了影响力了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电台 我相信将来 许许多多国家都会开放 都会落地开放收铁 为什么呢 给任何一个国家地区 带来是正面的 绝对没有负面的影响 没有人不欢迎 没有人不爱好 我们这些年的起初 虽然很辛苦 但是有成就 连最近的中国政府 过去是以经济挂帅 一切都是经济摆在地 现在我听说他们已经改了 经济摆到后面去了 文化摆在地 好好死 大家已经知道 教育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 还有两天 这个时间 我把我的一些想法 做法 我会向大家 做详细报告 向诸位请教 所以宗教讲经很重要 如果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培养一批真正私子 老师 不用多 现在用这种高科技 有十个二十个老师 做够了 老师一定要落实 老师如果对教育的 没有做到 讲出东西 不能够设心 就是别人前的感受不一样 你自己真正做到了 设受的力量就非常强大 自己一定是以教奉行 包括我们学宗教 我现在最好的朋友 是马来西亚的马哈地战老 他是伊斯兰的教徒 我跟他在一起 好像是在他家里 在他家里做课 我告诉他 我读古兰经 我读深血 我说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他眼睛瞪瞪看着我 我要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 我不能够了解经义 他点头 那你就晓得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 他跟哪个宗教去学 他是最虔诚的教徒 这东西他都学到了 我说我读圣经 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 不是虔诚的基督徒 我不懂他的经典 决定不能有分别 有界限 我的宗教 你的宗教错了 你什么都学不到 你自己把界限画出来了 界限统统取消 我看哪一部宗教书 我就是他最真诚的信徒 你才能接受真实的教会 你才能领悟这里的意思 然后你能够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 那讲经的效果不一样 我在新加坡讲过玫瑰经 好像玫瑰经的光碟 现在在天主教里头 流通很广泛 那是他们的早晚课 我也讲过玫瑰经 说好好的说 真的是一家了 决定不能分别 我们对于每个宗教 都一样的热爱 毫无分别 对于每个宗教的时候 我们都真诚的帮助 他们的活动 我在新加坡 我几乎都参与 我们的活动 别的宗教也参与 真的宗教是一家人 那个时候新加坡的政府 非常欢喜 总统王鼎昌 他夫妇两个都不在了 对我们很多的鼓励 认为这个对学会非常有帮助 我移民到澳洲 澳洲当时的移民部长 知道我在新加坡做的事情 他非常欢迎我到澳洲来 希望我帮助澳洲 谈起宗教 谈起族群 所以我一到澳洲 首先就跟土著 发生关系 访问土著的学校 正好他们学校是火 那个教室被烧了一部分 我们碰到这么一个音乐 帮他建教室 我记得我还送 这个这个 送一百架的这个电脑 送一百台电脑 他成立一个电脑教室